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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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阿佬廚房的時間 上個星期 沒有出現 大家請 大家請 先給個like 先問別人拿like 多快 做這兩個菜式的同時 我最主要用洋蔥 不過我先做洋蔥 先用這個吞拿魚 洋蔥要用來做沙律底 現在要先切 吞拿魚的材料 先拿出吞拿魚 就是這樣的 可能這裡看會好些 要近一點才看到 對了 吞拿魚 我就拿了兩件的吞拿魚出來 這個整件拿去燒 其實應該要大件一點 不過我沒有 沒有買到 原件已經切了 不過它很薄 所以我要燒得很快 吞拿魚 一盞非常簡單 只需要鹽 黑椒 就這樣 這個燒吞拿魚 其實很簡單 一盞的醬汁 只是塗在表面 其實就是一比一 一日本豉油 一味淋 一清酒 其實根本就是受起燒 又是 另外就是 吞拿魚 兩件 就是灑點鹽加黑椒 完結 這個醋 這個其實我剛才買了 我想試一下 給大家看看 這個 現在 我先做沙律 其實做這個沙律 菠菜 不用攪拌 我現在先攪拌洋蔥 因為洋蔥 要用烹水 用冰水浸 十分鐘 所以我要先攪拌 好 就是這裡 用冰水 要加其他東西 有些人可以加糖 不是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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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是到時等它乾身了之後 就是煮乾了之後 然後才攪拌 但是我這次不用 因為我買了這瓶東西 現在呢 就切了一絲絲 一絲絲 一絲絲 一會兒就用生的洋蔥來吃 但是生洋蔥通常是辣的 所以就要浸下去 烹冰水那裏 好 好了 現在這個其實就很簡單 現在已經完成了 其實沙律第一盞就是 攪拌紅酒醋 其實就可以吃了 只需要抹乾身 漂亮嗎 不過這裡那些好像很淡色 拍出來 對 拍出來 因為我調了白平衡 對了 現在你只需要抹乾它 對 不需要太過濕 這樣其實就OK了 已經可以放在一邊 醃它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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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醃呢 就是這樣 拿點鹽 和黑椒 抹多抹多抹那個 好 好 接著呢 就很簡單 只需要 加少許鹽 在枕板上面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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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就可以立刻 就下去了 那現在呢 就滾一下它 那黑椒呢 可以一會兒才下的 要不然燒的時候呢 就會有點焦了 是不是 那現在只需要這樣 放進去 放進去 那好 現在呢 就做了這個 洋蔥 其實就沒有特別的 正常你可以用醋 即是正常你可以用白醋 不需要攪那麼多東西 你可以用白醋 對了 自己加些香草 就可以 沒什麼所謂的 哇 原來這麼多的 讓我拿一些冰出來 哇 都不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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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個 沙雞 很爽啊 那些 你感覺到那些洋蔥是很爽的 對了 不要太濕就可以了 其實不要太多水 就OK的了 其實 如果你正常做法呢 拌糖 你下了沙糖之後呢 你用人手拌吧 拌到它呢 是會已經融化了 每一條那裡 那是辟辣味的 對了 那但是現在我浸了呢 就不需要這樣做 那這個是一個做法 那但是今次我想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好像很吸引 這個 這個味道好像很吸引 對吧 應該適合 好了 就是這樣而已 現在拌勻了它 就放在一邊 醃它一會兒 一會兒就吃得了 有了 有了 有一點辣 有一點辣 都有了 它們吃不到 不過OK 是很爽的 有 是辣的 有一點微辣 微辣 是的 因為其實浸了 浸了那些冰水 浸了十幾分鐘 那就會沒有了那個 微辣 那現在這個 這隻燒吞拿魚呢 其實要先混醉 醬汁 醬汁剛剛說了 其實就是一比一 那這裡就先做醬汁 剛剛說了 一個日本豉油一個湯匙 微淋一個湯匙 正常呢 有網上的人教 其實就是這兩樣東西而已 不過呢 我又覺得 一定要加上清酒 一定要加上清酒 又有味道 所以跟網上有一點不同 那現在呢 這個醬汁呢 一會兒就是 掃到那個 吞拿魚那裡 好 那我現在先拿好掃 放兩件 逐件燒吧 又是開火槍的時間 剛才已經醃了 有些鹽呢 黑椒一會兒再灑下去 最緊要燒到那個 表面頭是 焦焦的 有香味 那我盡量會保持 那個心呢 是會 半生熟的 是這樣的 加一點點 黑椒 好 反轉它先 好 接著 哎呀 這裡看到醬汁嗎 我看到 就是這樣塗上去 你可以多燒它一下 你可以燒到它一下 如果你想醬汁也有那個香味的話 燒香了醬 因為它有少少糖甜的味道 在表面那裡 你會覺得很好吃的 好 反轉它 好 又再繼續 燒一燒 搞定 這個隻燒 吞拿 好 那現在呢 我切開給大家看看 要不要醜 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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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汁還未用完 醬汁還未用完 醬汁是要淋上去的 剛才就做了一個 叫洋蔥底 是吧 那現在呢 就做一個菠菜底 那現在我就 拿一個菠菜出來 那我分開兩碟 切完之後 就放在表面 好 先洗一洗菠菜 我們很喜歡吃的 菠菜 好 淋少少汁 可以了 好輕微少少 可以了 不用多了 那我分兩碟 一個呢 就菠菜底 其實夠了 那些瓷尼格 這樣已經夠了 先鋪好 好醜 好醜 好香喔 好香的醋味 好 接著拿把刀 現在看一看 喂不要衰啊 看到嗎 都算是很漂亮 對不對 好 繼續切過去 沒有騙你的 OK 好 讓我先鋪上去 一片片 然後邊邊邊熟一點 最後那些 看到嗎 這個顏色是淺一點的 但實際上會深一點 好了 那這裡呢 就先上碟 然後呢 其實就 另外還要做一點點 就是撒芝麻 芝麻 太多了 為什麼一塊 這麼多出來 分散一點 先 餓了 錯了 我要先淋醬汁 這個 剛才呢 混出來的醬汁 其實就這樣 在上面 點一點點 對了 就是這樣 這個 這隻燒吞拿魚 這個洋蔥 不要太多了 不要太多了 不要太多 這個留回自己吃 放在一旁 很餓 我還要先拿一球 拿一球 最漂亮的那球 來看看吧 剛剛好啊 不是開玩笑 完蛋了 這個先做好 然後要做茄子 今天真的慢了 哈哈哈哈 掛著說話 吹你的醬 好了 其實就是這樣 塗一些 醬汁 加拿大挺好的 要吃吞拿魚 那些其實真的很美 好 灑一點芝麻 搞定 這個就是 洋蔥 做的 醃製洋蔥 的吞拿魚 好了 到這個 洋蔥 這個帶一點辣 已經去感辣了 有些偏辣 小朋友吃不到 他們吃菠菜 但是他咬什麼都 但是辣之餘有點帶甜 大家看到嗎 嗯 是不是燒得很漂亮 是 挺漂亮的 好 讓我點一下那個 旁邊有沒有洞 有 OKOK 好 先試試 看看 我看過別人有配那些 柚子 酥汁 可以 下次配柚子 不一定用醋 不一定用醋 有一點新辣味 那 吞拿魚 你可以試試 你平時不喜歡吃 因為太硬 或者太多肉 有什麼筋 沒有 所以你現在馬上吃 好吃 說真的 吃 好 吃 怎麼 吃 地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